这里是一片雷区 几十年间 将近上万颗地雷被埋在这里 但这两个士兵偏偏不信 有说有笑地穿过雷区 然而下一秒 坚强哥想救同伴 然而他自己也踩到了地雷 同伴双腿被扎得血肉模糊 躺在地上痛苦惨叫 他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绝望地掏出手枪 坚强哥迅速调整心态 告诉自己保持冷静 他深呼吸一口 然后慢慢蹲下身 拿出小刀 戳了戳脚下地雷 完了 但坚强哥不能坐以待毙 他要赶紧拿到无线电 通知部队前来营救 可是放无线电的背包 在尸体旁边够不着怎么办 坚强哥集中生智 扯下鞋带 绑上战斗斧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 他成功了 但天意弄人 无线电是拿到了 电池却在同半口袋里 坚强哥够不着 只好翻遍背包 还好 有个太阳能充电器 充好电后 坚强哥跟部队取得联系 然而部队却说 这个地带会有沙尘暴 直升机不能开过来 最快的方法 只能等待救援车过来 但最快也要等52个小时 这一下真的要完了 一个人脚踩地雷 不能随意移动 没有充足的食物水源 还身处荒漠 52个小时 这 要怎么撑下去 很快 坚强哥听到异动 他转头一看 惨了 沙尘暴来了 他凭借野战经验 迅速围上口罩 背好背包 再把枪当作支点 等到沙尘暴袭来 死撑住地面保持平衡 他不能松开左脚 不然就真的完了 好在沙尘暴放过了他 没过多久 沙尘暴就停了 坚强哥成功撑了过去 得益于沙尘暴 同伴的尸体被吹到面前 电池是拿到手了 但无线电却被吹远 难道上天真的在和他开玩笑吗 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 坚强哥就被烈日晒得满脸通红 最后一滴水也被喝完 要是再等下去 自己也性命难保 他往天上开了几枪 但没有得到回应 坚强哥有些绝望 他也不想活了 举起手枪抵住脑门 就在这时 眼前却出现希望 是远方村庄的村民 他走着奇怪的路线 来到坚强哥面前 好像知道哪里藏有地雷 村民拿走他的水壶 要帮坚强哥装水 他见此情景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帮我把无线电也拿过来吧 村民却不理会 直接扭头走人 村民没走多久 他的女儿就过来了 女孩绕过地雷 将装满的水壶交给坚强哥 让他成功续命 坚强哥坚持着 让女孩拿来无线电 对方却依然不理会 直接转头跑走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线电这么近 却不愿帮忙拿过来 很快夜幕降临 狼群随之逼近 野狼叼走了同伴尸体 坚强哥也被盯上 为了活命 他立马开枪驱赶狼群 其中一只野狼 无限踩中了地雷 猛烈的爆炸 成功下退了狼群 好险 第一个夜晚惊险度过 村民也再次出现 对方惊讶坚强哥还活着 便鼓动着他 往前走一步试试 但坚强哥哪里敢动 就算是埋了几十年的地雷 也只有7%的几率 不会爆炸 但万一赌错了 自己就没命了 村民看他实在可怜 只好帮他拿来无线电 还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村民有个女儿 因一次意外被地雷炸死 就连村民自己也没了条腿 因此他十分痛恨 当初埋下地雷的士兵 而之前坚强哥看到的女孩 其实是幻觉 女孩就是村民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村民的恨意也不再强烈 但坚强哥是名士兵 他唯一能帮的 就是劝说坚强哥 让其往前走一步试试 万一地雷失效呢 说完之后 村民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此时的坚强哥 已经在雷区度过了24小时 没有食物 只能抓蝎子吃 把尿当水来喝 他的神志变得模糊 开始自言自语 甚至出现幻觉 死去的同伴 变成活人站在面前 坚强哥努力保持清醒 顽强地待到第二晚 此时狼群再次出现 而这一次 野狼没有给他好脸色 直接冲上去 狠狠咬住了他 坚强哥很坚强 挥舞着枪支 不停砸向野狼 哪怕野狼再多 他也毫无畏惧 终于狼群被消灭 坚强哥再次度过了一夜 他已经在这里待了45小时 距离部队营救 还剩7个小时 然而事与愿违 部队发来无限电 由于部队还在作战 营救时间不得不推迟 17个小时 17个小时 这换作任何人都坚持不下去 坚强哥很绝望 老婆还在等他回家 难道终究是要阴阳两格吗 此时坚强哥频发幻觉 他看见父母 看见老婆 开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 时间一点点流失 无线电传来消息 部队终于来了 但他们不知道坚强哥的位置 必须让他发射信号弹 虽然信号弹就一步之遥 但坚强哥根本够不着 这可怎么办 要是不发射信号弹 自己待了这么久 还是要没命 他想起7%的地雷不爆炸几率 万一堵中了呢 坚强哥抛开一切杂念 决定堵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他慢慢的松开了脚 地雷没有引爆 坚强哥活下来了 他立马爬过去 跑开沙土 定睛一看 这颗地雷 其实就是个铁罐子 上天真的很会开玩笑 坚强哥倒在地上苦苦作笑 笑自己太傻 笑自己还活着 他点起了信号弹 部队穿着防暴服赶来营救 坚强哥在这片雷区 渡过了整整62个小时 终于活了下来 先前的村民 让他往前走一步试试 或许就在暗示 那不是颗地雷 所以在任何时候 不论你身处何种险境 都可以勇敢地迈出下一步 即使是失败也好 不然就只能在痛苦中打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亡命雷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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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